哈囉姊姊 哈囉 姊姊今天要跟你們猜一個 就是要跟你們分享 他自然科學的File夾 他們每一顆都會有一個專屬顏色的File夾 那這個Navi叫什麼 好就是自然科學 好就是我們在台灣的自然 那自然科學呢他們要自己找一個圖片 然後把它弄一個封面這樣 是我的陰害拆開 嗯哼 目錄還有夜數耶 對 我阿滿有一點寫在內 所以我就把它再這樣子 嗯哼 有日期還有標題跟夜數 好這個是一個五年級學生的自然科學 那就是先這本東西要怎麼弄 嗯哼 就是不要這裡這樣走起來 要把它弄得很整齊 對這我也很在意 嗯 就是很髒 然後這些在腾 不行撕掉還是怎麼樣 嗯哼 然後要全部都在裡面不行 放在別的地方然後就沒有up game 嗯哼 對啊這個我也很在意 就是要非常的ordently 對這就是一些東西在這裡面 要弄得很ordently 嗯哼 嗯哼 這是我的手 嗯哼 然後跟我那些knochen 我的knochen這裡有一個 然後這裡有一個神秘一個人 讓我可以這樣子 嗯哼 嗯哼 然後這裡有一個 可以這樣子 這裡有些小的 所以上次你們要做那個酷骨頭作業嗎 對 就是在 學這個骨頭 對 啊這就是我們要看那到底是什麼骨頭 嗯哼 看起來好難喔 對啊 我們的老師很在意 我們上面有寫搭桃 嗯哼 跟巧的名字 如果他有說要寫的話 所以有時候就會扣分 嗯 什麼時候會扣分 就是最後面每次都會寫一個NOT 分數 對 我現在有個Itsminus 哇 有一分誒 一分就是在台灣的 怎麼講 90分 因為德國只有1分到6分 那1分就是90分 這樣子 是不是100分 就是90到100 那你如果Its就大概 可能9495 那Itsminus大概90 然後Itsplus大概9899100 這樣子 OK 對 然後呢他就說 我有一些 ZE上面沒有寫DAT 沒有寫DAT 他就很在意那一個 很在意 他就說 不然很好 只是你沒有寫DAT 沒有寫DAT 就變成 1-了 Oh my God 對啊 好 然後這就是一些 我們的KNOCHEN 骨頭 然後 那個骨頭在哪裡啊 還有什麼作用 嗯哼 哇賽我光是被這些骨頭的名稱 我就 就快發瘋了 然後這裡就是整個骨頭 然後我們要寫說 那些骨頭是什麼 名稱 然後每次都要寫ZE 那些骨頭在下面 他也是很 很在意 對很在意 OK 無敵在意 好你就知道 德國人非常的 在意這種 秩序 還有秩序整齊 好的教育就可以看出來了 對 好 這個就是 他有跟我們的TN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寫起來 嗯哼 SKELET 我們的SKELET M M 有什麼作用 嗯哼 然後這就是一些地方是什麼名稱啊 這樣子 比如說 SHLUSERBINE 就是這上面這個 M 這裡就是SHLUSERBINE 嗯哼 然後SHLUSERBINE 就在這後面 那這個是一個SHLUSERBINE OK 好 然後 然後 這裡也是一樣 也是這些東西啊 嗯哼 其實第二個SKELET 喔 那這裡就是 他有給我們 一些這樣子 一個一個 然後 我們就把它 剪出來 然後把它這樣貼起來 我這裡有個東西 我不見了 就把它畫進去 那他還看的時候 他都沒有看到 他以為就是這樣子 嗯哼 我記得這很難剪啊 那時候剪了好多碎片在那邊 對啊 好 繼續拔 然後這個是那些 骨頭 骨頭是 做什麼 做什麼 做用 嗯哼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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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就是那些 MENCH 這是一個人 跟一隻狗 跟一隻狗 有什麼不一樣 嗯哼 嗯哼 我記得我小學校沒有學到這些東西 好 繼續 這就是一個 骨頭 是 裡面是怎麼樣啊 那 裡面 是有什麼東西啊 嗯哼 怎麼 好 一個包子 好 對啊 這有 KNOCHEN BEGEN 做 一個LINK OF 對 真的學得很細耶 對啊 我們都全部都要AWSFEND 一下 然後ARBAI 就要寫出來 ARBAI就是考試 就考試的時候 就要把這些字都寫出來 我光是背這些字 我就快瘋了 對啊 我們每次都要背 OK 對 然後這就是 長的骨頭 是這些 骨頭 然後 短的 短的是這些 嗯哼 那些比較 扁的就是這些 嗯哼 好 好像在讀醫學院喔 然後這個就是跟那個 達福王 的 這一個一樣 嗯哼 所以我們就要自己把它寫出來 其實這就是等於 台灣的小學五年級 因為德國的小學只有四年嘛 之前講過 所以這邊的五年級就是中學了 那中學就是叫做Gimnasium Gimnasium不是體育學校 也不是健身房喔 因為之前有很多人來問我這個字 這裡就是 那些 就是那些東西 會 有什麼風修 嗯哼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這兩個 兩個 裡面 是怎麼樣 就骨頭跟骨頭 是怎麼連接起來的 對 喔真的好細耶 好像 醫學院 繼續吧 那這就是 我們要寫 verbal 就是我們的 脊椎 要畫紅色 嗯哼 Glid Massen 就是 我們的 Glid Massen 就是像這首這裡 就是Glid Massen 嗯哼 要畫起來 然後 嗯 就就是 前面的Glid Massen 是我們手啊 然後 後面的Glid Massen 是我們腳 喔 好 這裡 就是 我們的verbal 跟那些 有什麼 有什麼 不同的verbal 嗯哼 嗯哼 那這個就是 我們先有 我們先有 heilsverbal 再brustverbal 再lentverbal 再kreuzverbal 然後再steißbein 嗯 這是steißbein 你可以說steißbein 嗯哼 然後這也是一些verbal 那這個我們也需要學 嗯 在台湾我都沒有需要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 那些verbal 是長什麼樣子的 ok 這也是一些verbal 的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們那個 個lent 是怎麼弄的 我們要自己再畫一次 嗯哼 然後這里就是 也是一個東西 然後它的 功能 嗯 功能 好 這裡有 嗯 嗯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 short tablet 嗯哼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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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 骨頭 嗯哼 有什麼 肌肉 對 肌肉 怎麼弄 為什麼這個會變 肌肉 嗯哼 好 嗯哼 這裡我們在 嗯 部裡面有一個 aufgab 我們就要自己想想看 到底是怎麼弄 然後我們就自己 提供一下我們的 呃 科帕 嗯哼 那就自己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 法 我們 哦 呵呵 很多很多 好 好 還有什麼比較 你覺得可以 跟大家 講的 這裡我們就開始說 什麼 狗 然後那些動物跟 人 有什麼不一樣啊 嗯哼 嗯哼 然後這裡就是 狗的skeleton 跟我們很像 ok 然後這裡就是 狗的牙齒 狗的牙齒 也要學啊 對 哦 我學人的牙齒 都已經快回了 那有幾個牙齒 狗幾個牙齒 在哪裡 然後這樣子 都要自己畫起來這樣 oh my god 我如果現在來讀德國的 中學 我一定都拿六分 然後這也是 嗯 這是我們 人的牙齒 是長怎麼樣 小朋友的時候 然後這是大 大人 嗯哼 嗯哼 有幾顆牙齒 這樣子 哇 你這做得好好喔 嗯 很棒 這裡也是一個 布的 嗯 一個東西 就是布裡面 我們 的重點 對 好 然後這個是 Katsi 哦貓咪 And Skelet 是怎麼樣 嗯哼 然後 有什麼 貓跟狗都在學耶 然後 嗯 哪一個牙齒 那個 Katsi沒有 然後那個 Katsi沒有 Skelet 嗯哼 然後 為什麼 Katsi沒有 Skelet Skelet 它如果有Skelet 的話 它就是 比較 如果你有比較 嗯 Eng Skelet 的話 比較窄的 地方的話 它就是 跑不過去 去 去抓 老鼠啊 這樣子 所以你意思說 它跑得過去 它跑不過去 它跑不過去 它這裡太 寬 對太寬 對太寬 那它到底有沒有啊 就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它跑得過去 對 所以我們這裡這樣子 我們會被卡住 它只是這樣子 嗯哼 它就不會對一塊 所以它可以鑽進去 對 然後那是 Eng 它吃了什麼東西 好 然後什麼東西不好 嗯哼 這裡不小心弄錯了 現在還沒弄掉 所以我們老師就是 不讓我們 Eng 用Tibix 就是立可白 就是立可白 跟把Tintan Killer 就是把Tintan 墨水把它弄掉的東西 它也不讓我們用 那就是 那些 貓咪 牠們在 黑 東 東可的地方 就是在晚上 黑暗的地方 對 在晚上 牠們怎麼看 用眼睛啊 就是 紅紅會變大 對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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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Experiment 是不是還沒有 真的 全部都寫好 好 看一下可以嗎 這是一個實驗 好 繼續吧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Cutting Color 嗯哼 我自己用的 嗯哼 這好複雜喔 這個是一個貓的爪子 對 對吧 對 在哪裡 這裡 好 好 姐姐昨天做這個貓的爪子 就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牠的慕斯根 牠的Zino 然後如果牠的慕斯根這樣 Oops 這個 啊 這個就是牠的慕斯根 然後牠如果這樣子 把它按 牠的爪子就會出來 還是這裡這樣子會跑出來 嗯哼 然後如果牠的慕斯根 牠就會這樣子 嗯哼 就會弄出來 出來 然後這樣 這是為了看 嗯 知道貓的爪子是怎麼運作的 對 還要弄一個這個 我看你昨天做好久喔 嗯 嗯 好繼續 今天這就是最後一個 哈哈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囉 好 這大概是9月到12月的 自然科學上的這些東西 好 謝謝姊姊 如果你可以從頭看到這裡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耐心 因為我們家姊姊 她的表達能力一直都不是很好 然後我可以藉此機會來訓練一下 她的中文口語表達能力 看了五年級所學的自然科學的內容 你們有什麼感想呢 我來說一下我的感想好了 姊姊他們的自然科學幾乎花了一個學期的時間 來探討人體的骨骼 脊椎的關係 還有他們的功能 以及呢 他們還會延伸到 去比較人的骨骼跟動物 就是狗啊 貓啊的骨骼 以及這些骨骼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還要去剪人的骨頭跟 去做那個貓的爪子 每一個部分都學得很精細 而且它是一個循序漸進 像是在探索探討的一個過程 比較類似我們在大學會研究所去做一個專題 就是從一個人的骨骼 然後進而深入去研究發展 跟貓跟狗來比較這樣子一個過程 感覺他們所學到的這些知識 它是一個團塊 因為它每一個部分的知識 都是跟之前的知識息息相關的 像是我們大學做一個專題這樣子 然後我也發現他們在德國小學學到的東西 都是跟自己本身 還有跟自己的生活非常有關係的 像這些骨頭 然後也許你會想說我又不是醫學院的學生 我必要去知道這些骨頭脊椎這些細節 還有它的功用呢 不過就在不久前 因為我的脊椎有點問題 我就去照了X光 然後醫生跟我解釋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都聽不懂那些 Verbzoiler的那些名詞 然後醫生還一臉困惑的看著我 拿了一個紙 然後畫了一個人體的脊椎的那個圖 然後跟我解釋了一大堆 因為這個那個所以就會怎麼樣 反正我是聽了一頭霧水啦 可是呢我看姊姊卻全部都可以理解的樣子 她還沿路在跟我講說 哎呦媽媽我們學校都有教這個 你為什麼都聽不懂啊 這時候我才真實的體會到 他們學得這麼精心 除了在看醫生的時候 可以聽得懂醫生的講解之外 還可以知道自己身體有問題的時候 是哪裡出了毛病 相較於台灣的小五自然科 我覺得學的內容應該是比較少 因為我記得台灣的小學自然科 好像就是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就是一個主題 比如說一兩個禮拜就可能是植物 然後一兩個禮拜就是可能是電 就什麼正極負極的 然後再一兩個禮拜就是學那個什麼槓桿平衡 然後再一兩個禮拜就是學看星星 就是什麼貝斗七星怎麼早這樣子 台灣的小學自然科我認為學的內容很多 像他們一個月考可能就會考個四五課 就不同的主題 可是像德國他們花了一整個學期的時間 就是學一個相關的主題所做的延伸 然後考試的考題有很大的不同 像我在德國從來沒有看過 如果他們考了那個選擇題或是非題 他們全部都是幾乎都是問答題的形式 打個比喻來說好了 我之前有聊到德國人的度假方式 他們喜歡單一定點的旅遊 就像他們自然科做一個單一的專題一樣 那他們就會待在同一個地方 就整個假期都待在那個同一個地方 那台灣人的旅遊 他們就會比較傾向是找那種旅行團 然後比如說什麼十天歐洲八國這樣子的旅遊 就是有點走馬看花 但是他們會覺得在短短的十天裡面 去了八個國家非常的充實 想想我在台灣從小讀書都非常的努力 國小國中每一次考試很少不是第一名的 高中也是念的北一女 但是坦白講我讀了那麼多書 我現在已經全部都還給老師了 你現在拿一個國小的考卷給我寫 我可能都寫不出來了 不過像我們家姐姐 她在小學的時候學的東西 也許沒有內容像我們的那麼多 不過我有時候問她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她都可以講得出來 也許是因為德國小學教的內容 比較生活化 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經驗 然後而且內容不會太多 有時候太多的反而讓小孩子 大腦就是消化不了 所以我覺得在教育上 有少即是多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要大力被推廣的 像他們的每一科都沒有參考書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的席題 更沒有那麼多的考試 身為一個在台灣多年的教育工作者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慨 那就是我們老師為了考試在趕進度 就是學校的週考 你一定要教到內課 教完學生才有辦法週考嘛 那一定要把這個進度教完 才有辦法斷考 就是在這個教學的過程中 我們都沒有辦法更深入 或是更發揮我們的專長來進行教學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對德國的教育文化跟生活 有興趣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們之後還有更多每一科的 考試與教學的分享喔 謝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